長毛的官司一單接一單 最近整天在法院見到他 這次又是甚麼事? 不就是他之前在立法會開開下會 離開座位去搶馬嘯場局長政府文件那單案 事後長毛被政府控告藐視立法會 怎知他去到法院搞示威之餘還說這些 我出去拿文件拿文件拿文件看 我被人報警 用藐視立法會的罪來報我 我覺得是荒天下之大謀 荒天下之大謀 荒天下之大謀 咦? 長毛 你是不是搞錯了? 當你一手搶了別人的文件 不告你搶東西都偷笑了 說這條藐視立法會罪 原本是保障開會的立法會議員 不知道誰比較荒謬呢? 為甚麼你這麼不知手? 長毛 麻煩你睜大眼看清楚 立法會文件裏面的藐視立法會是怎樣寫 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舉行會議時 引起或參加任何擾亂 致令立法會或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中斷 或相當可能中斷 即屬犯罪 這條法例的精神明顯是保護立法會會議順利進行 有人在會議搞事的話 就要承擔違法責任 事實擺在眼前 並不是長毛你口中所說 條例是保護議員 你這樣誤到公眾 連網民都忍不住罵你 指龍為馬 連炮書包 甚麼都你說了 你真是當我們是白癡嗎? 直接點 我長毛梁國雄先借法律 溫馨提示 立法會特權條例 是就是賦予議員有特權 但都只是保障議員開會的言論不受追究 並不是犯想刑事都有金鐘罩可以保護的 長毛你有沒有罪呢? 就交給法官決定 他日如果定罪了 就一定要找數 不要又賴正辭打的啦